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九成以上的茶园都是机械操作 以一甲地的茶园来说 想要一天采完茶叶需要84位工人 这年轻人用采茶机只需要两个工人 但要台湾农民接受采茶机是不可能任务 年轻人爸爸就是为优秀茶农 归山茶外销日本第一轮 还曾经赢得东方美人茶凭尖手奖 让法国人惊艳 但他的父亲也不认同机器采茶 完全不支持儿子 但年轻人很有骨气 尽管背笑阿呆 他不放弃 不断游说 终于有茶农愿意跟他合作 如今找他代根 用机器采茶的茶农有三十多人 年轻达到一百甲 年轻人有个大愿景 现在一般茶饮店和手摇杯市场 茶叶都是来自中国和越南 用机器采茶就可以降低成本 他就是想抢回这块市场 去年他勇夺神龙奖 父亲真的放心了 把肩膀中担完全交给他 这才发现父亲的担子居然这么重 他受到哽咽 当初就是觉得做茶太累太辛苦 拒绝接手家业 在外头转了一圈 不是老爸那么辛苦 还是回来了 注定 淳光乍现经过一个冬季修养生习 细胞土地养分的座屋冒出了新的枝芽 一台机器两三个人操作 就可以抵过上百位采茶原理 听起来很有效率 但在老茶农的眼里 确实不可思议 在早期判毒上是说不可用 不符合台湾使用 那十多年后 我成了第一个农友 自己去引进进来 传统印象中 纯手工采收的茶叶 叶片完整 才是许多人口中 一心二叶的好茶 而鸡彩茶连淡而无味的老叶 也容易一起捡进去 品质始终不如手彩 学半导体出身的林河春 雄心壮志要翻转 这一个刻板印象 对小阿呆 因为大家不了解我 家中三代种茶 林河春知道 传统茶园正在面临 严重的缺拱困境 他一心想走机械化 要让茶叶也能像稻米一样 大量生产 我们用机器每一次都定 这个水平平面这样子 把它定减之后 它长出来的芽点 就会比较一致 那在采收的品质上 就可以提升 说白话点 就是把每一棵茶树固定在 同一个水平高度 但机器毕竟不如人的双眼 一刀落下 老叶嫩叶全部收割 如何区分是所有人的 共同一律 老叶就会在下层 年轻的叶子会在上层 以上一次的高度为基准点 我们只要不比上一次低 我们就不会踩到老叶 是以高度下去控管的 梅河春自信满满 但多数茶侦对于他口中的 机械化还是满腹疑虑 弃而不舍到处拜托茶侦 好不容易才有人愿意 让他用机器帮忙采茶 那时候拜托了好久 才终于拜托到两分地 给我做实验表演 汉梅河春合作一年多的茶侦 在湖口种茶 已经35年 因为母亲年迈又请不到采茶供 去年开始他决心放手一搏 刚开始他给我的面积 只有几分地 现在是手头下的两三甲 全部都给我了 基本上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一天到一天半就决绝掉了 他自己本身采 可能要大概五到六天来采 大包大包的茶叶 满载而归 这一天才刚过中午 茶农就准备收工回家制茶 一天里面想要把一甲地采摘完成的话 用人工要八十四位 我的两位一台车就可以解决了 林河村的团队平均一天至少能采收一甲地 节省近百位人力 不只效率提高 他说机采连产量也有帮助 如今林河村帮忙带根的茶园面积已经达到一百甲 上门找他帮忙的茶农 从桃园湖口南投甚至遍及花东 带着机械设备和团队驱车 全台各地跑偷偷 是林河村的工作日常 他想将机器采茶的模式推广出去 透过分工提升台湾茶的品质和效益 全台湾有三四十位的农友 一年有上百公斤 茶叶采收之后 林河村自家三合院的空地 就成了日光尾雕的最佳场所 所以好茶要有活运 入口还能回甘 乘坐机器在正中无彩的茶 因为茶经含水量低 经过尾雕烘干等步骤 做出来的茶也最香浓 用人扛机器采的话 在那个时间点是很疲劳很劳累的 林河村的父亲林文精 种茶种了一辈子 他是早年桂山茶外向日本的第一人 还曾经得到东方美人茶 评鉴大赛首奖肯定 但林爸爸的理念却和他背道而驰 刚回来的时候 家父给我们的观念都是手作为主 半导体的世界都是很先进的 那再回来看这个很落后的产业 就会觉得跟父亲会讲说 这个要怎么做 要怎么怎么做这样 父子两一路冲突不断 一开始林河村甚至一度抗拒接手家业 看到说父亲为什么会在这个行业 坚持着不放手 我们又会被吸引着去想要了解 十多年前他离开半导体业 转念回到老家 开始想要了解父亲的置业 林爸爸却不看好自己的儿子 就连薪水也要想办法自个儿赚 就叫我继续去山上磨练这样 反正磨练到你懂了 再来找我讲那种感觉 丛林开始摸索 在山上照顾茶树长达三年 在下山磨练烘茶卖茶技术 林河村不只摸透了茶叶特性 更看清台湾茶的困境 提会到没有产量 就不会有市占率 林河村才会大到阔府 将百万积蓄全部拿来投入机械化 台湾茶长久以来 在国际市场上都是受到好评的 只是因为我们的少纸化 所以造成了生产成本的一直上扬 那反而跟市场越来越脱离了 嗨 你朋友 嗨 嗨 嗨 这位你订的货 对 谢谢 然后有新茶上市 你要不要再试试看 除了降低生产成本 在制茶的技术上 他也针对年轻人喜爱的茶饮口碑 去做调整 那现在的年轻朋友 因为最好接触的就是 这个杯饮这个市场 那所以我们认为说要跟市场端 更近一点的话 我们必须要去朝向这个方向的努力 即使台湾茶成本比起进口茶 还是贵上了几倍 但林河村的理念已经开始得到 把饮料业者认同 这里面全系列的产品 都是使用台湾茶 因为深圳的台湾茶 其实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需要去添加任何的糖 不管什么糖我们都不用添加 它都可以带来自然的回甘 新鲜沖金鲜清茶 透出清澈的金色光泽 滋味清爽不苦涩 那一款琥珀色的蜜香红茶 不用加糖就自然回甘 某个程度自己也很不服输的那一种 努力到这个阶段 傻手不做了 你就一辈子被笑阿呆 如果我现在坚持下去了 找出解决的方式了 我就不再是阿呆 如今林河村不仅得到 十大神龙奖项肯定 连父亲也对他另眼相看 当他完全把肩膀的胆子放下之后 我们才知道说 其实他扛得很重 现在应该由我来扛 尽管曾被所有人看虽 但林河村又和父亲一样的坚持 翻转台湾的差别样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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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